大家好 我是果头剧场艺术总监梁志明 这一次担任《那一天彩虹》出现 这个客家原创音乐剧的编导 一开始的时候我接到这个任务 我觉得它是一个非常有趣的一件事情 因为做音乐剧对我来讲并不陌生 但是做一个客家音乐剧对我来讲 是第一次的一个挑战 毕竟这是一个为现代观众服务的一个剧场 那我们希望现代的观众所能看到 是一个非常崭新的一个音乐剧的一个呈现 大家好 我是郭子前 我在《那一天彩虹》出现的剧里面 我是饰演一个李长博 跟大家虚寒问暖之余 我们产生了一些客家里面的一个 相互互助互爱的一个故事 在剧中我饰演金来少 坚强然后也很有生活态度 可是在某种程度上 他又抱怀着一个很大的希望 希望他居住在美国的孙子 可以回来台湾陪伴他 挑战但也很期待就是练课语 这是一个对我来说非常陌生的语言 大家好 我是全国华 我是《那一天彩虹》出现的作曲 还有音乐总监 这次的这个故事让我很感动的是一个 非常传统的传承的一个精神 然后放在现代的时候它若融合 我在第一件事情在写这个剧的时候 最重要的一个根据就是要让客家人听得懂客家歌 所以我会尽其可能把这个客语的语言最传统 最重要的那个音韵的文化把它传递出来 阿琳的个性呢其实是一个非常爽壤直接 然后会非常活泼外向的女生 然后再来她也是一个非常勇敢的女性 那有一天彩虹出现的时候 我们是不是可以再看到另外一个更特别的 更别致的将你的美好的一个景象 那我想这是这部音乐剧想要带给你 大家听说爱来看 一定要来 苗伦苗北医院中心 苗伦苗北医院中心 来看下个音乐Q 给一年全中出演 What 一定要来看戏哦